在这又发现一个长网的洞 这眼有点小 先给它撒点眼 哦丢 好像撒有点多 不行不行 就直接给盖住了 再给它扩大一点 撒一点点 再一点 哇还能放 再放一点 好 先给它吸住 然后给它挖 它这个方向应该是在这边的 这次就不用那么着急了 因为撒上盐的话 只要碰到它的鼻子 应该是不会再跑的 这就看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哇应该可以 看一下 哇 有点深 我感觉我掏的有点不对劲 它可能是没有在 这么远的位置 还得往里走 不行 看看有个铲子吧 再用铲子往前再掰一点 应该在这边 看一下 果然 找到了 这海水还是这么冷 这就是刚才挖的铲子 个头不算是很大 但是长得特别精致 这还有蛤蜊 在这 刚才跺脚的时候突然吃水了 被发现了 海儿很肥的 这个 这个炒起来特别特别鲜 也是我们海边最喜欢的一种海鲜 这个我不太确定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撑我 有一点点像 哎 哎是的 这个好像是个铲子 眼儿特别特别小 应该是个铲子 咱们往下看一看 这个我就不用撒盐了 因为像这种小的话 小个的 基本上就是 来这么几场 这应该就能碰到了 哦 听到 哎 铲王 我是个小铲王 这么小 看到这个铲王跟铲子的区别了没有 这小铲王的话 样子也跟其他的铲子长得不一样 看着鼻子 一看就知道是个潜力骨 这个咱就不要了 这个 太小了 这还有个迷你啊 这一看就是窝莎没有窝明白 这露个头 被我发现了 它跟长腿的伴儿鱼品种是不一样的 哎呦我的天 还咬我 我丢 它还自己吐墨水 恶人先告状啊 看这墨汁 这墨汁还是挺浓的 这家伙碰完墨汁后 基本上就废了 没有力气了 它这一头的话 基本上就剩大米了 这里边大米特别好吃 现在也变老实了 这个带走吧 哇 这个骨包可以啊 这帮小楼肯定不小 看一下 天呐 这个大贝壳 哇 哇 不行了 赶紧展示 天呐 这是一次的 爽不爽 我这捏起来好爽啊 而且肉很足 水也很多 这是我挤过猫眼罗最挤压的一次 这个猫眼罗肉很软 捏的时候需要很 用力的去捏它 它才能缩水 可以 非常可以 这个带回家给它搬个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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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